来 我们有两个才艺表演 大家来想想哪些可以搭档才艺表演 我手仰 我得弹一个 我可以跟朗朗一起合作吗 我还在问朗朗这想跟谁 万一他想着 那我得先强一下吧 你觉得杨迪我会选你吗 但是万一有这个 不是 为什么朗朗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对 咱们俩四手连弹那个 咱俩昨天已经弹完了 这老仙都不好使得是吧 这个意思 你想跟人合作 你得踊跃一点 老仙都不行 踊跃一点 那你跟我得了 咱俩行 行 咱俩 你俩来个佛仇手连忙 我们俩来什么不用你管 来个狠的 来当地的 是当地的 山歌好比春江水 还用当地的人谈 找个刘三姐给我们 我们演阿牛哥俩 刘三姐叹琴 刘三姐就在这里 天哪 竟然没有人选我 你不能演刘三姐 只能演刘姐 那因为澄澄跟林姐 正好能空下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再来一个 没问题 我俩 姐 咱们 你们都是唱歌是吧 嗯 哪的白鹅你说 大白鹅 咱们整舞蹈 你考虑过你姐了吗 整舞蹈 你咋不说整说唱的 你跟北婷哥都能跳 你咋不跟我这 不行啊 我就看过你的片段 知道你的底子 你俩就来一段 没有可以 也是必须 我们现在三个表演 看我主题曲对吧 主题曲是大家一起唱 大家一起唱 然后我们现在就排练 好 辛苦大家 走 走吧 怎么说就是 我特别想跟老师 特别认真的就是合作一次 然后有一首歌 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的 对 就是《幽灵公主》 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 这个 它整个影响到我挺大的 但尤其是这个 这首歌的歌手 米良美一 因为我也是听了她的歌 大概过了十年 还是过了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她也是个男生 但她唱的歌也 对 因为她是假收男高一 对 所以她 她这样唱的 所以我也是隔了很久之后 我才发现 她是个男生 我就发现好像 而且这个歌刚好又是说的就是 人类跟自然一个 好 怎么样的一个 而且你要说今天正好是 那个世界环境认识 所以我觉得 换一个吧 别老总大雨了 对 我希望能够跟 朗老师好好认识的 圆一个梦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好 那咱们来一个 好 来点灵感性的 空灵性的 贾亮老师你好 程程你好 咱们今天这个舞 是张国荣老师的一首歌 然后她整支舞的风格 就是很港风 很复古的 然后中间会有一小段 我们两个人的双人舞 一会儿有你 有一点 是谁今日来做后来 聊聊我 我们两个谁跟帅 聊聊 得罪那个沈阳哥也没事 我到时候可能有一些这种东西 差不多就是意思 各位啊 接下来到了 准备主题曲的时间了 主题曲的话 我们为大家请到了 作曲老师 宇宗林老师 说得好 你好 你好 请坐 老师好 老师好 我们节目的主题曲 在新浪微博 这个发起了争取大赛 现在网友已经选出来 获得第一名的名字 叫做青春就这样 因为有王老师的加入 然后跟周深这种 空灵悠扬的声音结合 会有那个晨晨擅长的说唱吗 有 有 啥 拿个厨物好汉物的地方 哪根丑 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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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现 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那我们直接开始拍吧 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 像在维也纳的金色大气 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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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是梦想的翅膀 最最美好的年红旗号 青春是梦想的翅膀 在自由自在的世界飞扬 那个 打断大家一下 这个有个突发的情况 本来这个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舞台 但是今天因为突发的情况 才取消了 咋办